巴萨利亚王六德维之二世的离宫 坐落在一个名乍海中一色的湖中的小岛上 距离巴萨利亚的城汇慕尼黑市 大约有100公里左右 游客们不急先在最湖的住口 经过轮渡才能够到达 20分钟以后 轮渡在岛上靠岸 在岛上一行 也就随着各国的游客一贯下船 开始在岛上的参观行程 由于从住口到房间步行 还要半个小时 因此岛上特别意味了几多 专门载客的马车 作为两地点的交通工具 每个人收费两个马克 于是这种有层的四轮双马克车 会自然而然的成为岛上 一项风格国际的观光特色 路德维之二世的房工 是在小岛的正中央 前面是一块广大的平原 四周开满了院长的军衣草 中间有好几座标项 其中一座用白色大理石 标堂的希腊女神清泉 每个一个小时清水一次 每次有幸运的大厅游客的回观 走进黄军的正中 临头的大厅四地画满了 十多数据中叶的计划 海测情绪中央 加达着大理石 人像的标课 极其入生的成态 令人散散的回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